黑霧附近 买林荻好 還是桃園龜山好 我個人會覺得 很便宜 很好買 eh 十二哥 我們要來問你問題了喔 小翅的旅 compil 要藏在哪裡好啊 除了羊牌以外 小翅的旅 compil 喔 如果你這個旅 compil 沒有必要就不要放了嗎 我覺得小翅如果設虛的話呢 旅梯捐给社区 需要的时候去楼下哪里用 因为那个用的几率 我家有个旅梯耶 我大概两年才用它一次耶 你学需要吗 A7附近买林口好还是桃园龟山好 我个人会觉得林口比龟山好 因为呢 就空气污染来讲 龟山比较严重 龟山还有那个 PC后大园区的卡车在那边 正林口的卡车 除了到附近之外 其实项链也稍微少一点点 远离卡车远离工厂才是你可以住的 那如果说雾性一来 大家都看不到 都一样 可以找结构技师上节目 教我们怎么看到的结构 遇到地产不安全吗 我找过耶 我找过我的好朋友 戴云发结构技师 赶快找某一集 还在吗 我不知道 因为好像有一段时间了 好吧我下次再找新的结构技师 你们想要帅哥还是美女 没有 都是宅男 买新的房子一定要拜第七组啊 哇 只有第一天拜耶 希望我妈没有看到这一段 一人一分想帮高调 只为妈妈快来看 我妈就叫我 你一定要拜第一组哦 第一组喜欢吃什么 西铁电当哦 这个门外拜哦 然后什么 就是阳台门打开 可以给她吃哦 好我再拜了第一次 后来就没拜了 所以有没有信仰是你决定在你自己的 那如果说就你的信仰如果跟我一样薄弱的话 那就是中原普渡的时候跟社区一起拜一拜 然后也是对于安慰地基组的一种方法 然后平常呢 没关系啦 如果你觉得良心不安的话呢 熟悉前拜一下随便 就是那种手拜拜放一些水果饼干 你自己想吃的 不一定要鸡腿片档 有心有诚意就好 但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道教派的话呢 那你就必须遵照道教的一些规矩 比如说 该烧精子的啦 补财库的啦 然后什么 希望保佑安慰什么的啦 该做的跑不掉 就一个一个去做 那你需要多少仪式呢 研究一下 看你需要 信仰到什么样的等级 就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心不是没有人的鬼神很好啊 疫情行业都没有群聚留问题 思维哥怎么看 可是亲谱有一个 水族馆生意很不错诶 人都很多诶 然后 亲谱旁边也有那个 outlet诶 人也很多诶 然后 没有群聚没错 可是你肚子很饿诶 怎么办 你也没有太多便利商店 还要开车去买7诶 怎么办 好饿哦 考虑一下吧 邻居放任小孩在巷口打球啊 时不时都会打到我们家 叫警察来也没有用 还能怎么处理 如果说邻居在小孩子打球的时候 邻居没有在楼下呢 小孩子在打球的时候 你就可以走出去 叫他先停止 那如果他实在不停止的话 你就可以 最激烈的手段就是告他啦 告他伤害 然后你不激烈的手段 你就跟他妈妈讲说 叫他去别人家打球 比如说公园或是球场 因为学校有时候 会开放运动场打球就比较安全 因为教理社区可能会有小孩在跑啊 那小孩打到球就是死 老人在跑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去 不能讲拐束 而是说约定这些小孩 你要在这边打球 你要注意安全 可如果打到你呢 你就要赔到死 我觉得理性沟通还是可以做的 那如果对方是个奥 小孩子是软烈不明的话 真的就叫警察提告数 整天叫警察还是可以的 因为警察备备处理这个事情也蛮多的 会请他的家长来约束 每天请 台东市的透天别墅要怎么选方位啊 台东哦 台东哦 东北季风对台东还是有影响的 因为我有住过台东一段时间 一两个月 不是一两个月 对有一个月哦 就是台东的东北季风还是有影响 所以如果你不要那么冷的话呢 尽量一样是避开东 然后其他的方位都还不错 透天是这样 就方位来讲是这样 那如果你是海边第一排的话 view最重要嘛 但是呢 东北是往上面一点点 所以台东的view 通常都是朝正东或是偏东南 会有这样歪掉 那有些海岸不敢怎么转 反正不是 不是东北 东就是东南 尽可能选择朝东南的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是朝正东 然后东北的不一样 如果要定居一个里岛 谁会给我住在哪边 里岛哦 澎湖是不错 因为我喜欢夏天 我喜欢海边 可是澎湖 我觉得小琉球好 因为我喜欢很热的地方 然后澎湖已经被澎湖人占住了 不是啦 就是澎湖就是个澎湖 去的还要坐飞机 那小琉球呢 哇 欢迎台湖来没有船 也蛮惨的 离岛 怕离岛好吧 社区的LINE群组有必要成立吗 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社区没有 我们社区有一两个群组 是婆婆妈成立 有团购的群组 也有聊天的群组 但我都没有讲 一个是我怕买很多东西 一个是 婆婆妈聊天 有时候都是聊一些发购 就不想看 可是社区如果建立群组 你就必须要建立在 这个社区的每一户 都会使用群组 并且没有这么多 早安的LINE来骚扰 不然你讨论个社区的议题 就全部被早安的LINE洗版 很辛苦 所以如果这个社区每一户 都有用群组的习惯的话 那可以设立 好 这个可以大家开单会的时候讲清楚 但如果说不是每个人有用手机 或是智慧型手机的习惯的话呢 我建议啊 还是自己小圈圈喜欢设就设吧 满满东西是可以的 其实蛮好用的 因为团购 很恐怖 很便宜 很好买 那官网会是不是应该回避群组加入 没有啊 群组就是社区住户 任何住户都可以加入 不需要任何的回避 但决定事情还是最好是那种 会议形式会比较好 比如说官网会自己的小群组 你可以在线上开会也是可以的 那社区的大会呢 住户大会还是本人参加 才是比较有法律效应的 有些题目我在网络上看到过 我觉得也是个蛮好的题目 所以不管你在别的地方看到 还是你社区发生的问题 没有关系 匿名传来 我们就会匿名的回答你 帮你解决居家的大小题